欢迎大家收看外交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2024年的潜在政治问题 以色列对可能的真主党回应保持警惕 此前一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在贝鲁特遭到袭击身亡 人工智能对选举的影响 实时更新 南加沙地区战斗激烈 担心战争可能蔓延至该地区 俄罗斯将为其战争罪行负责欧盟高级外交官 请大家收看 2024年的潜在政治问题 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的一份报告中考察了爱荷华州的局势 报告称 情势已经明朗 特朗普的胜利几乎可以确定 这在该州的政治老手中引起了一种日益增长的感觉 即基本结果已经确定 特朗普的胜利几乎可以确定 报告指出 尽管爱荷华州过去常常出现胜负悬念 一些人警告不要过早认定特朗普的胜利 但许多共和党人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几个次要情节 这凸显了对于谁将获胜的戏剧性和悬念的不寻常缺乏 其中之一是 一个胜利的特朗普的获胜幅度会是多少 还有谁能在阻止他获得提名的不太可能的努力中获得动力 报告还包括对特朗普最喜欢的右翼新闻网站 Gateway Pundit的分析 该网站由霍夫特在家中运营 每个月平均访问量超过100万次 尽管面临关于其对2020年选举报道的诽谤诉讼 以及像福克斯新闻和Newsmax这样的竞争对手减少了自己的报道 但该网站仍在继续宣传虚假的选民欺诈指控 以色列对可能的真主党回应保持警惕 此前一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在贝鲁特遭到袭击身亡 美联社 以色列对于真主党的升级冲突保持高度警惕 此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萨莱 阿鲁里在贝鲁特遭到袭击身亡 这次袭击被广泛认为是以色列所为 而此时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因以色列和哈马斯 在加沙的持续冲突而升级 阿鲁里之死对战争的影响尚不清楚 因为以色列过去曾击毙过几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 但他们很快就被取代 然而对真主党在贝鲁特南部的据点的袭击 可能导致黎巴嫩边境爆发全面战争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真主党领导人哈桑 那斯拉拉如何选择回应 因为他此前曾发誓要报复以色列 对黎巴嫩盟友激进分子领导人的打击 美国一直试图阻止冲突扩大 并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和其他军事资产到该地区 与此同时 以色列继续寻求在加沙对哈马斯取得明确的胜利 但似乎离实现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工智能对选举的影响 外交政策 据报道 包括Twitter和Matic拥有Facebook Instagram和WhatsApp在内的主要社交媒体平台 对2024年许多国家的全国选举期间的虚假信息 和有害内容缺乏准备 这些平台应减少内容审核员和信任与安全团队而受到批评 这些团队负责删除误导性和有害内容 缺乏准备和资源可能导致选举期间出现大量的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 此外 AI生成的内容的兴起 如深度伪造视频和看似真实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 给平台在有效打击虚假信息方面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AI生成的内容可以根据特定受众进行定制 并迅速传播可能影响选举结果 虽然社交媒体平台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打击虚假信息 例如要求内容创作者披露他们的内容是否使用了AI生成 但人们担心这些措施不足以解决问题 平台没有做足够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时更新 南加沙地区战斗激烈 担心战争可能蔓延至该地区 英国独立报 在贝鲁特一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遭暗杀后 加沙地带爆发了激烈战斗 目前尚未确认杀害哈马斯高级成员萨利赫 阿努里的袭击细节 以色列官方回应称 他们对任何情况都保持高度警惕 由于以色列对哈马斯的行动 加沙地带约85%的人口被迫离开家园 数十万人被迫挤入拥挤的避难所或帐篷营地 俄罗斯将为其战争罪行负责欧盟高级外交官 雅虎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赛普·伯雷尔表示 俄罗斯将对其对乌克兰的战争罪行负责 伯雷尔的评论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针对平民并摧毁居民区和基础设施之后发表的 伯雷尔的声明还是在1月1日至2日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导弹袭击之后发表的 导致首都基辅和哈尔科夫市发生大火和破坏 至少有5人在袭击中丧生 超过130人受伤 南非对以色列的国际法院案件能阻止加沙战争吗 半岛电视台 南非已于2023年10月7日在国际法院ICJ对以色列提起诉讼 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 诉讼援引了杀害巴勒斯坦人 摧毁他们的家园以及对基本资源实施封锁等残暴行为的证据 南非还声称以色列未能阻止和起诉煽动种族灭绝的行为 引用了以色列官员在战争期间发表的言论 诉讼要求ICJ紧急宣布以色列违反了国际法责任 并下令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入侵 然而 ICJ缺乏执行力 其命令在过去曾被忽视 尽管对南非和巴勒斯坦的有利裁决可能不会直接影响持续的冲突 但它可能对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拜登政府越来越容易受到国内反对战争和国际批评双重标准的压力 欧安组织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致命打击 并要求立即停火 雅虎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谴责俄罗斯最近对乌克兰的攻击 并呼吁立即结束战争 OSCE秘书长海尔加 玛利亚 施密特和现任OSCE主席甄伯格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 呼吁结束造成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破坏的持续暴力 该声明是在俄罗斯于1月2日发动了一波新的对乌克兰的攻击后发表的 使用了超过130枚弹药 包括无人机和导弹 这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 130多人受伤 北京将如何回应马尼拉对南海礁的计划 南华早报 据分析师称 马尼拉批准在南海争议岛礁上建造永久性建筑的资金 不太可能导致该地区的全面升级 然而 中国警告称 如果菲律宾继续与美国在该地区挑衅 它将有许多计划作出回应 上个月 菲律宾国会拨款建造争议岛礁上的永久设施 重新引发了北京和马尼拉之间关于第二托马斯礁的紧张局势 并引发了北京方面的强烈谴责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华盛顿邮报的一份报告指出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的胜利几乎可以确定 尽管过去该州常常出现胜负悬念 但现在许多共和党人已经将目光投向了特朗普的胜利幅度以及他的对手 另一方面 人工智能对选举的影响也备受关注 社交媒体平台在打击虚假信息方面面临挑战 特别是AI生成的内容的兴起 这可能导致选举期间出现大量的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 其次 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回应保持警惕 特别是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在贝鲁特遭到袭击身亡之后 虽然以色列过去击毙过几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 但这次袭击可能导致黎巴嫩边境爆发全面战争 同时 以色列继续寻求在加沙对哈马斯取得明确的胜利 但实现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外 南非对以色列提起国际法院案件 指控其在加沙地带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 尽管国际法院缺乏执行力 但这可能对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而在乌克兰方面 俄罗斯的致命打击引起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谴责 呼吁立即停火 最后 北京对马尼拉在南海郊建设计划的回应备受关注 尽管分析师认为这不太可能导致全面升级 但中国已经警告如果菲律宾继续挑衅 将有许多计划做出回应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个人认为 政治问题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仍然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而人工智能对选举的影响 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和看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